这个看到的这个宁桥手呢 它呢有16个自由度 它能够很好的抓取 就各种类型的各种材质的 包括透明高光的这个物体 人形机器人是目前全球最前瞻的融合创新方向之一 我们常在科幻电影中看到这类机器人成为主角 但在生活中距离人形机器人的普及还有多远 11月19号记者实地探访了北京两家人形机器人企业 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看到是我们对柔性物体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叠衣服 它的两个臂一个大臂一个小臂两个能够协同工作 能够好好的把衣服呢把它叠起来 或者是把衣服把它挂到我们的挂衣杆里面去 这个呢整个的泛化抓取能力呢特别的强大 那么这里面的背后呢是依赖于我们的海量的仿真合成数据啊 驱动我们的这个大模型进行学习 那么达到这样一个泛化抓取的效果 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对任意材质任意形状和任意光照的环境下的 包括这个透明高光的物体进行很好的这种抓取 那么抓取成功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那这是我们的比较前沿的一个技术 朱辉介绍与过去传统机器人只能在单一场景固定程序操作不同 这种泛化灵活抓取能力在生活中能够实现多场景的广泛应用 那么我们的一款型号的机器人呢 他能够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去工作 比如说他能够在商业场景的零售商超里面成为这种店员 他也能够在工厂里面变成一个工人 那么他呢还能在康养家庭里面变成一个这种保姆 我们的机器人呢也会在未来呢 尽可能快的落地到这些场景中 那么在商业场景中呢 我们已经和美团签署了这种战略合作 那么呢即将呢在这个线下的24小时无人之手的这种商超啊 药店里面呢部署我们的机器人 在夜间的时候呢替人类工作 那么在工业场景中呢 我们还和汽车厂商呢进行的这种合作 会呢在其中呢进行撂箱的这种搬运 转运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在另一家企业里 记者看到了一款能够负重160公斤 离地弹跳20公分的人形机器人 它不仅能原地搬运 还能够实现自然状态下的走路和跑步 它是有一个1米71的身高 总重是63公斤 目前在这个首发的这种视频里头 它能达到一个3.6米每秒的移动速度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小跑的状态 整机呢现在最大的负重是160公斤 包括在这个弹跳离地的这个高度呢 大概也能达到一个20公分的这么一个情况 它现在灵活度接近于人手的一个水平 并且可以使用像人手现在目前操作的电钻呀 然后包括一些螺丝刀钳子这种都是可以去用的 就是能进行语言上交互 并且通过语言就能执行相应的这些任务和动作 给它一个语言指令像你去帮我拿瓶水 它就可以识别捉摊上物体当中的水平 然后并且精准地抓取 应用场景的话 现在我们在工业 包括说服务业当中有一些前期的预言 预计明年的话会有真实在产线上工作的一些状况 可以给大家展示 您的原因是 您的能力